今天刘依才背着我偷偷的去做了一件最不好意思的事情 真没想到等我回来三天 他就变了个人似的 还亲自打电话问我 给我说结果 我真的是服了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刘依才房间睡觉的 然后今天天气好热啊 比夏天都热 不是历秋了吗 按理来说 气温都下降了呀 今天真的好热 然后我也舍不得开空调没开 电风扇也没开 还有就是天气好热啊 然后家里人都去收稻谷去了 都是好大太阳暴晒呀 真的好辛苦我觉得 给大家看一下吧 那就是在那里收割骨子 那那种 你们那边收割骨子是这样的收割的吗 真的好大的太阳啊 真的好大的太阳啊 刚刚有的人都吃晚饭在家里休息呢 家人们我回来才不到三天的时间 今天刘依才打电话来跟我讲 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让人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 然后说给我听我也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想不到啊 他今天一个人会去做这种事情 奇葩人物啊 不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商量备孕这个事情吗 然后双方都同意了 我这次回来呢 主要就是拿证件 然后两个人就听我妈的去先去领证 然后再备孕 真是真的 刘依才今天不是休消 他今天给我发消息来电话说 去医院了解就是备孕要干嘛 要吃什么 要注意什么 没想到他今天一个人背着我去了 我之前喊他一起的时候 他硬是不好意思去的 我都服了 家人们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备孕之前 女的要做什么呀 男的要做什么呀 需要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呀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今天刘依才他独自一个人去查了一下 他的那个 嗯 有没有就是适不适合怀孕 适不适合怀宝宝的那个标准 他说去测了一下经验 嗯 他的那个经验的质量 只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九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 是好的还是坏的 因为之前我也有听说 就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会更好 但是 他说只有百分之六十九 我也很 就是很紧张很害羞 但是没想到他今天自己一个人去做了 查了一下做了个这个检查嘛 然后把一个单子发给我 还亲自告诉我 我都很不好意思的 不是很多人说什么忧生忧悦 就是必须今夜的质量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家人们 有没有知道的呀 真的是我们是小小白呀 啥都不懂 然后又把这些事情拿到碗上面来说 真的特别不好意思啊 幸好我把熟人都给屏蔽了 又不然熟人看到如此的尴尬 尤其是同学和朋友 有点吓到紧张 紧张得不得了 然后我估计可能就是过外中秋节再回去 再过珠海吧 然后先检查一下 到底体现需要备什么 需要什么吃什么营养补品之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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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